小律师早 早上好梁明姐 是我们要讲故事了 不过我们讲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我看了这个背景 我就觉得当一个女人 她丈夫去世之后 她才惊觉丈夫的房产 风基金遗产 没有一样是留给她的 所以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一样也得不到 这里头一定是有很多是问题 感觉上所以这个丈夫就像我们标题说的 为我独吞 这一个人拿到完一分都不留给妻子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妻子跟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年 这一点都没有留给她 你说一下这个故事是怎样的 她的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这个发生很多年前 那时候我跟师父 我们做律师的都有一个师父 必须要实习 过后才能达到上岗证 不过呢那时候跟师父出席了一个这个调解会 师父是调解官 两方这个来做调解 是一个家世的问题 那么其中一方呢 就是那位女性 刚刚已经在开场的时候就提到 那这位这位妇女呢 回到家里的时候 竟然发现在卧室里呢 她的老公上吊自杀了 这是一个 当然已经是非常的这个惨烈这样的一个画面了 那么后来在金爵 办完了后事之后呢 就你所说的 她的那个 她的前夫的那些 房产啊 公积金啊 这些银行里面的存款 全部没有一样是留给她的夫人的 而最可悲的是 这个 这个妇女又患了这个长期 而且不能更治的性病 而这性病还是她老公给她的 所以这个妇女她的身体非常虚弱 然后因为有性病产生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生活的非常困苦 那么 后来发现到说 那个公积金里面的提名人 不是她 而是一个非家属的人员 那老公也留下了遗嘱 遗嘱里面 有店名 她的公寓 他们之前有个公寓 这个公寓呢 是她这个老公 唯一老公的名下的 那么当然他们卖了之后 就租了个房子吧 所以这个公寓呢 所有的这些受益呢 都给了两个非家属的人员 其中的这个两个受益人之一呢 还是提名 她的那个那个攻击金提名的人之一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剩余的资产都给了死者的弟弟 甚至庙宇 可能就是在死者生前相当虔诚 有去某一个庙宇 总之 她的遗产 所有的遗产都播出给外人 唯独她的妻子 跟孩子一分钱都没有 所以非常非常可悲 所以我当时在场的时候 我听了这个 这个妇女在成熟 但讲得很非常激动 也没办法控制她的情绪 也流泪 然后她的儿子在旁边在安抚她 我自己都听了都非常难过 当然 调解的另外一方是谁呢 调解的那一方就是 那个攻击金提名人的受益人 非家属 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调解呢 就是因为说 今天我们要到处的 把这个 这个重要的一个法律的理念 就是攻击金这个提名人 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总之 这个调解呢 主要就是 他们希望说 这个 对方能把攻击金的钱 虽然是在他们的名下 因为死者在他生前做了提名嘛 提名了这个非家属的人员 可是咱们调解不成功 所以非常的遗憾 是是 我也经常听说 就是自己的一半 把这攻击金 可能就是受益人 是别的女人 这个我经常也听到的 所以现在这个案件 可能也就是说 就是别的女人生前要好的 所以妻子 罢妻 这一分也得不到 好的 在攻击金方面 需要知道些什么呢 像这种情法 是 所以 您这一所说的 就是攻击金提名 是这个不是这个加速的人员嘛 所以 这个听众呢 应该知道说 我们的攻击金 不是在受制于遗嘱 也就是说 在咱们生前 我们如果到攻击金取去 现在都是上网操作 在一定要提名说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的攻击金 户头里面的钱 灰水 所以我们必须要 列明我们的受益人 那么 接着 你即便在遗嘱说 我把我攻击金 户头里的钱 给了其他人 不行 攻击金就不属于 这个遗嘱里面的范围 它是独立的 就是说 只有根据攻击金取 只会根据他们的 所谓的会员 因为叫Member 是吧 攻击金的会员 从里面所的 所提名的受益人 钱就会导览的受益人 所以这个案子呢 那个提名人 就是这个非家属的 这个女性 然后呢 当然 家属的需要说 你看我们这么可怜 我老公上吊自杀 什么都没有给我们 你也非亲非故的 要不就分一点给我们 要不就 就给我们 结果谈判失败 那个受益人 所谓的受益人呢 提名的受益人呢 说对不起 那个名字是列着我的名字 所以我全部要拿走 4万块钱新元 说大的数目不大 4万块钱 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那更痛心的 当然是 攻击金 当然这个 当然不是法律的问题了 都情感上更是很伤人了 就是这位妻子 这一生 这个奉献给这个老公啊 这也因为老公的 那个可能风流啊 自己身体也受到这个残害 但是呢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 就即便是老公死了 也没有得到任何安慰 那这是很揪心的事 对 刚才您提到 攻击金跟遗产 分开来看了 是吧 是的 就是规属于那个遗产法来管那个攻击金局的事情 对 这点要理清 那么另外你说那个房产 所以说政府的生前就说那个房产要给谁的 对 所以这个是怎么说 要注意些什么 这个我们的房产呢 在新加坡有两种的所谓的持有的方式 一个就是所谓的联名 一般都联名啊 一般都是两个人买一套房子 都是联名 对呀 所以有联名共权 嗯 那个法律的那个术语叫做 Joint Tenant 嗯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联名 分权 嗯 分开的分权 权力的权 这个是 Tenancy in Common 什么讲呢 当我们这个房子是Joint Tenant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 共权的时候呢 假如说 我跟你买 咱们两个人买一套房子 那我们是共权 要拥有的 那么假设说 我先离而离去 嗯 那么我持有在房子的利益呢 全部自动归到你所上去 嗯 也就是说 在我的遗嘱里面 假设说 我把说我在这套房子里面的利益 给某某某某收益人 嗯 行不通 行不通 为什么呢 在我死后 如果这个房子当时的 的那个持有的方式是 我们俩 是共权拥有的话 那么我一旦我的离去 或者是你 你给我先离去 那任何那个在在市的那一帮呢 就完全拥有 吃到房子的100%的利益 嗯 既然人物属上没有这个这个利益的话 我们就给不出去 所以一族 什么样的话 这个这个处理这个问题 啊 那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联名奉劝 同样的 咱们两个又在买套房子 咱们自己投资性质吗 咱们两个买房子 咱们讲好啊 当然 梁冰姐比我这个资力 财力更强啊 出资70% 我出资30% 所以在咱们的房产的地息里面 梁冰姐占有70% 我占有30% 嗯 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跟我都在我们的遗嘱里面 都可以写 嗯 说我们各自所拥有的这个利益 我拥有30%吗 嗯 我就可以把这30%的利益 给我的收益人 嗯 这是可以做到的 啊 所以问题是这套房子 回到今天的案子 这套房子呢 是100%在南方的手上 如果他们当初离婚的时候 肯定是要有 即便是在南方的唯一的名下 可是如果是女方曾经在那边居住过 或者甚至有有有 呃 这个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援助 或支持 那他肯定在离婚的时候是有的风格 就这个这个这个不幸的是 他这个老人家提前结束他的生命 嗯 然后呢 这个房子还是他唯一的名下 嗯 然后呢 遗嘱呢 就把房子给了别人 那那个妇女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那个房子呢 是他一个人的名下 嗯 所以这个故事呢 我就趁机 就到处这个房产 有两种持有的方式 以警戒大家说 有这个事情确实要考虑 嗯 是 对的 刚才你说啊 这公积金跟那个房产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是理清楚了啊 啊 所以这那位老先生就完全啊 就独吞了啊 他他自己跟掌握一切 其实这些他太太 可能老公在世的时候 太太是完全不知道的 也不知道他 他怎么做的是吧 那 对 可能你无法关心 他丈夫不让他知道 你最好是不要知道 我都还没死 对 你去查我这么多东西 对不对 对 嗯 所以作为女人的话 没有什么 经济不独立的话啊 我看这点啊 最好还是啊 嗯 要早点 知道下去比较好 因为很多人 对呀 都会觉得 哎呀 不幸的事情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 嗯 对 就是 嗯 就这样的问题 这个咱们 对咱们新加坡的女性 都呃过去了啊 比较三种四德嘛 对对吗 是是 然后呢 就非常的就是相夫教词 总之我把家管好 把孩子带大成才 那就我尽了我的女人的一个 嗯 一个义务了嘛 嗯 那当然也相信老公 可是很多时候呢 呃 就像这个不幸的案子 呃 确实 他先生所做的一些 他真的不知情 呃 没想到 也没想到 老公会 这个 莫名的去 呃 咨询短见 是 结束了生命 那什么都没交代 呃 移产跟公积金 嗯 的一些呃 后续的一些问题 一些钱财一些问题 给太太 结果呃 太太就陷入困境了 怎么回事 没有样留给他 也没有样留给孩子的 呃 所以现在我们就提到这个 移产 一般上人家对于这个 这个移产的概念 模糊点 是在 哪里呢 就是 比较不清楚的地方 夏律师 您给我们一些提醒 好吗 嗯 好 好 那首先我们 这个移住里面 我们会归 三大类 嗯 就是我们在 移产的处理方面 会归三大类 第一 就是所谓的 不动资产 房子 接下来就是流动资产 我们的现金 嗯 我们的保险 我们的股票 我们的金银珠宝 啊 这属于的流动资 另外一个呢 就是 上面第一项 第二项 没提到的 我们忽略了 啊 啊 我们就放在第三段 这个叫做 呃 全包了 什么叫全包 我叫全包 调款 什么叫全包呢 就是以上 我们没有所述 没提到的 全部就包在这个 这个 这个后面 这个 这这项 嗯 杂项 我们叫杂项 那么 我们在第一段 今天早上第一段 谈到的是 所谓的这个房产 我们有联名共权 联名分权 这个理念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夫妻当然一般在新加坡 夫妻买房子都是 这个联名共权的 最起码是第一套了 估计不可能第一套就分权了 估计呢 这样的话 这个 任何一方都不干了 肯定是 呃 人民共权 那么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又怎么去把这个房产 给了我的子女们呢 嗯 那么 我们在处理这样的 遗嘱的时候 我们两方 因为夫妻在做遗嘱的话 就是有一点 所谓的 是对照来的 啊 男方给女方 女方给男方 可是要处理方面呢 要小心 就是说 我们就要提到说 这个 如果我的配偶 先我离去 那这个房子 完全属于我的 如果这种情况底下 我就 怎么样的分配法 南方的 也是怎么处理 所以这是一个 当然如果是分权的 没有问题 在分权的话 我们就说 我在这个房产里面 拥有 到百分比 就像我们在前方的 我提到的案子 那个例子是 你跟我去买个房子 咱们投资嘛 嗯 你出的钱比较多 我出的比较少 咱们喊酸的率是 出了百分之三十而已 那我就可以在我的遗嘱里面 百分之三十 我给我的 受益人 致命 嗯 所以这是一个要注意的 那第二个呢 这个就延伸到保险 就很多 很多这个 咱们的国民都有买保险 但保险 又有跟公积金一样的 就是 有提名制 那我们在前一段讲到说 这个公积金是 不归纳于 遗嘱所管 管辖的 所以只要是我们的 公积金户头里面 指明了受益人是谁 那么 这个我们往生了之后 咱们公积金里面的钱 就给了我们所提名 生前所提名的受益人 如果当时咱们没有 做任何提名 那么这个公积金的钱 里面咱们的户头的钱 就会根据 这个无遗产 法令来处理 所以回到今天的案子 如果当时 那个老人家 如果真没有去提名的话 然后又假设说 没有遗嘱的话 反而 他的妻子跟孩子会分到 因为吃下妻子跟孩子嘛 这样也就是说 那个 这个公积金户头的钱 就根据 无遗嘱 这个 法令的处理 50%给了配偶 50%给孩子 平衡 所以这是公积金 保险人一样 保险又有两种 这个提名 提名的机制 机制 一个就是所谓的 revocable 可更改 的nomination 提名 另外一个就是 e-revocable 不可更改 的提名 很多的这种 人寿保险 尤其是给小孩家里的 至亲的人买的保险 长期的这种人寿保险 都是所谓的 无法更改的提名 就是e-revocable nomination 所以你讲说 你在小孩 小时候 你为了 怕说自己 什么意外 你先跟家 先这个 未以绸缪 先跟孩子 买了一个 人寿保险 万一有一天 我出了事 我的利益 全保险 全部给了这孩子 那可能这小孩子 小学的时候 你就买了 这样的保险 没想到 孩子越大 你越不孝顺 你就心里 这个孩子 真不孝 我不要给他了 那对不起 如果小孩 还不到21岁 他的监护人 是有权力 决定说 是否要不要更改 那你作为他的家长 你肯定是有权说话 可是当时也是有你的配偶 两个人都是小孩的监护人 那么如果你的配偶不同意的话 还是改不了 另外一种情况 当小孩21岁的时候 他已经是长大成人了 那如果你要更改 把他的名字给除掉换掉的话 没他同意还改不了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e-revocable nomination 所以这种这样的保险呢 你也写不进那个遗嘱 因为呢 你即便说这个不孝子 打对方说 你要换了他 所以明明是在保单里面 有他的提名 可是你在遗嘱说 我给了另外一个人 对不起 保铁公司会根据这个 无法更改 不更改的 无法更改的这个提名的 受益人 这个给他的保险 那接下来 我们所讲的可更改的这个提名 就是revocable domination 这样的话呢 一般的这种投资理财 这方面的保险类啊 一般都是以这样的兴致 那如果有这个投资类的 这种保险 我说好 我的保单 我给了 受益人士 A方 那我对A方也有意见了 我糊涂了 决定说忘了 我当时给了A方 这样我现在 我的助理非常好 姓江的一个助理非常好 然后呢 那我说哈 我就把这个保单给了这位江助理 那么最后我死了之后呢 即便说我的保单 那时候是讲A方 可是我的遗嘱 说给了这个江助理的话 那我的这个保险的保金呢 就给了这个江助理 以遗嘱为这个 以遗嘱来的这个最后的 这提名作为处理 所以这个保险这块 在我们做的遗嘱的时候呢 确实是要跟我们的保险中介 了解一下 经济人了解一下 说我们这个保单的这个提名 到底是可更改 还是不可更改的提名 这是要注意到的 在父母眼里 孩子都是 都是龙马 凤马 对吧 都是好的嘛 当然就也未筹谋 新加坡人 最善于就是未筹谋嘛 就为了下一代去这个 这铺路啊 去铺垫 但肯定是 很早说就买这些保险 当然我讲的例子非常极端的 孩子不小 但有很多原因嘛 真的有很多原因 可能 可能接下来 咱是说生了一个另外一个孩子 而这类孩子有天生的残疾 所以他的 他如果比起他的兄长或姐姐啊 可能这个孩子更需要 我们这个收益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保单的人 买保单的人 这个离去的时候 这个这个有有残疾的 的这个孩子 更需要经济上的援助嘛 所以你可能有种原因 你也想更改 对不起啊 这个没有这个 如果已经练习了 除非能买多一个保单 替他自己买 如果真不能买的话 那那真的麻烦 当然也希望说这个这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如果21岁 也比较懂事啊 弟弟或那个妹妹 更需要父母这笔钱 那可能他会自动的 让这个买保 投保的人呢 这个换那个名字 提名人 所以是的 这些事情确实要多多考虑 是一般人就是说 没有这样的知识了 没有想这么多啊 我的保单 就是买给我这个孩子 那永远就是这样子了啊 是 也没有想到以后 会是什么突发的事情呢 也不会问 也不会问了 因为事情没有发生 我怎么知道 我要问什么问题 对 是 所以这保险这块啊 还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就是说您刚才讲的啊 那个名字可以更改 不能更改 是 其他的 其他的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类似这样的 也是我们的银行存款 很多老人家有种习惯 就是会跟家里的孩子 个别开个账户 对吧 这个为了 也是为了担心说 自己老爱痴呆 没办法去运作 或者什么原因啊 或者是比较疼爱 有个孩子 或者在受这个孩子的影响 也有很多种情况 那就个别跟他们独立的 开了这个 人民账号 同样的 这个人民账号 如果不是指明说 两个人签字 才可以抵抗的话 热议法能提的话 那么对不起啊 这个钱 即便你说这个联名账号 我是要留给某某某某某人 可是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里面呢 是联名 可是都是 就是当事人跟那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地上当了 假设说 不一定是家里的人 他们有了这个 这个联名账号 随意都可以动的话 对不起 当这个 这个作为第一组的人 失去的时候呢 那个账号里面的 另外一个 这个账户持有人 就百分之百 拥有这个账户里面的钱 所以这些 我都觉得 是应该多注意的 是 刚才 接下来又多提了 一个银行的 这个账号 这个户头是问题的 所以公积金 对啊 因为那个 对咱们的 我听很多 958的粉丝 都很支持他们的节目嘛 所以我们就多一点 给这个 会馈我们的 多么美好的 那个这个听众嘛 是 这个生活 生活当中 有这种知识 我们说有这种知识 不一定说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这种认识 也可以传达 给旁边的朋友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点啊 什么的 就提醒了 所以 我们个人方面 就是 就是离开不了 公积金 就是房产 这个银行 是吧 好的 谢谢肖律师 我们再聊 谢谢拉明杰 谢谢大家 拜拜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